玩具TV第29季第4集第N节 刚刚玩完 刚才那个变得我真是精彩 我真是喜欢JP12那个肥佬样子 你真是违肖违妙的那一刻 又有剃数高 刚才介绍完SHF的零号 今次就要介绍我自己来说 我是一个都同样很喜欢的角色 Zero 2 今次是02号 我其实最责勢的 我暂时这个令和加上平成 平成我股价第一 其实这个也是第一的 即是两个第一的 他和Cougar都是我自己来说 最喜欢的亡面超人系列 因为其实很特别针对这个设定 整套亡面超人没有输过 还有一只 只有一只 你是哪一只 不破的 不破的第一形态 我的第一形态 只有第一形态 我就是丑样 每一只都很漂亮 根本就很疯狂的 当然 所以变成了 我又不差了 又多吹一点 他算不算Final Form呢? 本来就算 后来又整个反高潮 对了 什么叫反高潮 会真的反高潮? 真的反高潮 竟然用回Original Form 是变成最后的 改消息就是Realizing Hopper 就是Final Form 但当然说战斗力 如果纯粹就这样看 应该消息力强过Realizing Hopper 一点点 设定的东西 一直都不准确的了 没错了 我在想真真正正的 Final Form 是不是应该是 应该是 医殿里面的黑色的Hell Hopper Hell Rising Hopper Hell Rising Hopper 对了 就是地球毁灭的黑红色 对了 但它最强方应该是哪一个 应该是那一只 那个好像是 都在天灭地 Ark Zero One也很厉害 但Ark Zero One 可能真的一打一打 就真的不知道了 多一句本身的而且确 你Zero Two是输给Eden的 而这个 后面 Ark Rising Hopper 是玩Eden的 就算好像Hair Racing 也是输的 好像他们两个合体 一起才踢塌 Lucifer 是不是 我记得可能是他们两个 就是在那种剧场版里才出现的 这个 E-Sue版 E-Sue版 就是剧场版 对了 不是 电视版后它已经变了 C02了 对了 我也不记得差点 很久了 原来说一说三四年转上 回来这里 真的看看这件事 是 你会坚挂 对了 对了 我轻轻说回盒子 都是一贯的盒子 其实真的好像跟E-Sue版 那个真是很似的 对了 真的这下Bandai也算毒了 出一个角色 两个人就有高矮 有点不同 不同的地方是头 身 头也有不同的吗 对了 我以为只有脚 好像短了 形状是长一点的 另外是否对脚有分别 我还没长细看 因为本身有做过一些比较的 E-Sue版 我先提起好一点 补充一句 这一只会在Toy's BB 见的 刚刚拆的 大家不要介意 看回整个造型 你会看到其他 或者不要叫 跟本身任何一只 Zero One的系列 都会是这个Color Tone 黑色 红色 螢光 黄也好 螢光绿也好 都会用这一个配搭 当然 在这个 Zero Two 你会看到 它有些置镜位 特别是这个 类似 颈巾 颈巾的一个 红色的造型 变成了整件 看出来 我是很喜欢这个设定 但是 其实那时候 一出这个 叫做Final Form 那个 那个 叫做 外形 都是很坏参叛的 很多人就说 哇 有没有搞错 最强形状 只是改一点 感觉 那时候 改一点 他有没有拼过一起来看 其实 那时候 一些人就觉得 因为以前 你知道Final Form 变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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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比較改了一點 其實坦白說,你一拍完,根本是兩件事 因為我真的挺喜歡它 所以我一看到,這個Final FormOK 誰不知它不是Final Form 好,又看到,其實複眼的造型也很漂亮 整個面罩的形狀也拿捏得很好 好,金屬紅的所有塗裝 因為它的紅色全部都是金屬紅的 除了這個位置,其實這個位置也可以叫金屬紅 這樣卡通的狀況是非常棒的 我沒有特別試過用什麼紫外光射射它 也肯定有的,肯定有的 之前也有,沒有理由今次沒有的 你也對,好,動一下 頂住 所以,是這麼多的 向前,也是這麼多的 始終沒有辦法,你遇到頸頂的造型 就會阻礙頭的上下動動 當然,左右當然不用擔心 因為都是一貫的頸兩端的波載位 做過接駁位,所以可動性也不用太擔心 但沒有辦法了,始終的設計就是 有這麼漂亮的頸跟,就會頂住下巴 當然,手來講,你會看到肩膀位 是有一個蝴蝶關節 雖然不明顯,亦都可以吞上和吞下 拍到吧? 謝謝Lawrence 現在Lawrence幫我們駕駛機 因為這個設計的關係 所以變成它動的時候 記緊,因為你現在看到 其實是這個頸,我叫頸跟位 它是會對於它的可動 或者肩膀動的時候 會做到干涉的 前面也是,所以你動的時候 記緊,特別是動它的左手 你要看會不會頂住這個位置 你先好擺姿勢 若不是,就是你自己 第二,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我看到網上很多人斷隔 這個真的有點危險 很多人斷隔 所以變成跌就一定會很硬 你這樣跌就更加可以賣一隻身 所以大家玩的時候也是要留意的 除了這兩樣東西之外 基本上第三樣東西要小心的 就是 都未詳細去拍這個這麼漂亮的Key 它本身的著色 你看到除了是全個用透明件之外 就會用回相對的銀色做滲線 令到它整條Key的感覺出來了 不過 是很容易不見 而且會跌的 所以要插進去 對,所以真的 已經插進去 有一條在裡面 小心點 是這個嗎 還是那邊 拔出去給大家看 麻煩你 玩拉打,特別是SHF的那些 最好玩就是這些地方 本身有一個未拔出的造型 以及這個已經插進了一條腰帶的造型 兩個都是非常細緻的 好,又可以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 穩陣了 對,這個放進去 這個穩陣了 記緊記緊,特別玩任何拉打的SHF 在這件事來說 就要小心點處理 好,回來這裡 動一下手 看見本身用了一些 粒狀條紋的一些黑線 中間也很清晰看到它的 它的橫切和可動極限 雖然未去到對摺 但也接近 所以變成可動來說 手臂的活動能力 我就很滿意 也看到本身這個袖口的一些 金屬色和銀色金屬紅的狀 和塗裝都很詩正 手掌也是一絲不久的 不過,全紋 我沒有特別檢查 雖然我都有這一個 Zero 2的Ease版本 聽說好像是用同一個尺寸的手 對,其實手和新的 好像聽聞都是一模一樣的 對,如果大家很追求比例的話 我想又要等一等 你看看有沒有一些 可以改造一下 那些地方 廣明說會出 是嗎? 廣明說會出 它會跟回本身 Zero 1的手型 去做回Zero 2的尺寸 當作到腰了 那麼漂亮的腰帶 對於這條腰會不會有些什麼 外呢? 似乎就沒有了 向後咬都很漂亮的 而且我很喜歡黑色的光澤位 令到一個點 令到它很有層次 好像有兩種黑色 有磨砂黑 有令黑 令到它的層次感高一點 對,其實它只是在表面處理不同 就做到這個顏色 好像噴了一個零的coating 對 向前也都非常舒服 所以你其實看到 雖然腰帶老鏈那麼大 它也不會就著它 本身的腰關係 有什麼很大的影響 當然 腳來說 其實整個腳的造型 和大家平時玩開的SHF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 就怎樣踢都可以了 而就著本身Zero 2 或者叫做蒙面超人Zero 1的系列 它本身像膝蓋的形狀 是已經和你跟回原本的設計 所以 它特別是這個系列屈曲的時候 膝蓋是相對漂亮很多 對,我也覺得是漂亮的 另外它的HER的造型 亦都跟一般的拉打不同 令到它這個位 就會多了一塊甲出來 是另外一件件 亦都 有少少 我不要叫缺點 變成它的腳腕 向前 就會 多了少少障礙 你會 往前少少 Ball Joint 位 塞上去 整件事就不同了 所以玩的時候 要留意 這裏都會 要包上少少 那個上吋 下吋 你那個腳腕的可動性 才會有這麼高的 好 咦 絕招了 太順便了 我已經忘了它的絕招名字 已經不是LIDAR 已經不是那些 不知道 Extinction 還是什麼 不是Extinction 不是Extinction Extinction是Arc系列 它是什麼呢 它是一盒 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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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 有沒有師兄記得可以幫我們寫下 我們這些一向不會遺跡 所以 都是開開心心 大家玩玩玩具就算了 嘩 只是腳底也值回票價 其實我等了多久 因為本身它的試版 都試了用年來做單位 反正它推出了Extinction 推出了很久 這個推出到現在才推出 而且還好 坦白說 大家有追開的話 都知道Pinman Bandau 剛剛推出了Axel 1 第一時間訂了 然後再推出Axel 1 噢 Axel 1 是的 今天都按了 雖然它的樣子真的很肥 但是我覺得它是跟回劇中的 這個 學舊奶愛 我真的不懂得 那現在Axel 1 好像所有形態 應該就真的齊了 好像真的齊了 如果出Axel 1之後 就好像真的齊了 其實還有一個 插不同Rising Key 那些方法 其實重點反而 那些奇怪的 我想說 我最期待 既然它夠僵出這個 艾絲 艾絲還有一個 Arxel 1 形態 紅色的Arxel 1 舞台劇版本 是的 那個出來就好 一會見 一會見 confidence 有 什麼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